中国河南郑州世纪豪雨卷走了几百条性命 中国几千亿人民币更是在短短几个星期内瞬间蒸发 河南省汽车行业商会就统计 截至目前郑州多达40万辆车应在受损等待赔偿 根据中国传媒报道 郑州市目前已经有将近6000辆汽车完成查验报废 而截至上个月28号 当地保险机构就接获了超过63万宗理赔和车险报案 估计损失大约162亿人民币 折合超过105亿令吉 郑州市公安局车管就推出了 零跑腿车辆注销业务服务 为受影响的车主免费拖车 及时处置理赔相关事宜